欢迎大家 高临宠物俱乐部 杨品要让您养宠物 灵失物 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宠物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 哎呀 要让它吃得好 怎么样 然后呢 睡得好 可是呢 事实上你知道吗 有很多的宠物主人在吃的这一块 可能就错很大了 因为呢 让我们的狗狗 让我们的猫猫吃得不够正确 其实就会引发后续 他们的一些疾病的一个产生哦 今天呢 我们身边邀请到一位过来人 因为曾经呢 他就是呢 让他的这个狗狗 可能在饮食上面出了差错 结果呢 导致了问题发生 结果呢 好家在 他碰到了贵人 让他整个做转变 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先来欢迎我们宠物达人 Rebecca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Rebecca OK 哇 让我有点吓一大跳 为什么 为什么叫宠物生食达人 你是 你是你的宠物生食 还是你生食呢 我偶尔会生食 因为我吃撒西米 吃撒西米 对对对对 我们人会吃撒西米 吃这个日本料理 觉得这个口感很好 可是我们不太可能 是天天都吃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毕竟对于这种生食的东西 可能对东方人 或者说台湾人的这个口感来讲的话 可能我们还是只是一部分而已 对 可是呢狗狗跟猫猫 其实听说他们就是应该以生食为主 对 这个生食的理论主要是说 回归到那个狗狗跟猫咪 他原始的祖先的样子 他的祖先本来就是猎尸 猎物啊兔子啊等等 他就是生食 是 对那即便说他经过人类的劝养 对 那他改变了之后 他的外貌 他的心智 他的胃肠其实 还是要适合吃生的东西 吃生的 对 好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要先看看你的宝贝好不好 好 因为你的宝贝 真的天天都生食 对 好 我们来欢迎这只 这是牛头梗 对不对 对 但他的名字叫Taro Taro是三岁的小帅哥 对 这样的狗种在我们宠物俱乐部 我们比较少见 像这样的狗种 要不要稍微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的比较特殊的地方 首先就是大家通常最容易发现到 不一样是他的头 头 对 对 有时候遛他小朋友都会说 他根本就是一只羊 对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家有见狗 对 其实他就是 就是他 就是他 对 那其实像这样的狗 他除了说外形会让人家误以为 算是羊 或者说有很多种说法之外 他的个性怎么样 他的个性 有一般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说 他会不会咬人 然后他很活泼 一直跳一直跳 对 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的生理构造 他的左眼跟右眼中间 因为他这边鼻子的关系 他有中间这一块地带 他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他对于到一个心环境 他的头就是这样 晃来晃去的 对对 所以一般就觉得 这只狗怎么一直跳 一直跳 是是是 所以也就是判断起来 他们的活动力 其实是蛮强的 对对 好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这个经历过一场 这个大手术 对不对 嘴巴很爱乱咬东西 对 曾经咬了那个什么 塑胶盆啊 对 塑胶盆 还有连浴巾都吃进肚子了 对 怎么会这样子啊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要不要说说 当时就是我外出上班 然后他就自己在家里 可能觉得无聊吧 对 对 然后后来发现说 他吃进去会排泄出来 想说没关系不要理他 是 可是经过三个月之后 我就发现他怪怪的 可是因为这种狗 有一种特质 就是他很尖 当主人发现他身体不适的时候 是 通常已经是 很严重了 对 大肌大肌啊 对 大肌大肌啊 然后他选在除夕当天 是哦 开始吐血 然后紧急送医院去开刀 那因为他吃的是尿盆跟塑胶片 吃了他的尿盆 尿盆跟浴巾 那这种东西是在X光机上 是没有办法发现的 对 所以我们只能用灌胃液啊 咸饮剂啊 是 对 又拖到隔天早上 对 大家再回家里过年 我在医院陪他开刀 哎呀 那因为 哈啰 过来 哈啰 他现在有一点点在开始闹刀 他觉得说我被绑住很不舒服 是 因为今天为了要配合录影 有点让他这个稍微要 受到这个束缚 对 好 你现在在喂他的是什么 我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你要不要整包拖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刚才说 你在喂他吃零食吗 其实他就是 你在超市可以买得到 是 鸡胸肉 那你稍微水煮汆烫就好 因为只是外出的一个零食 奖励零食 是 那一般来讲 我们会希望四足 还是要能够用生食 可是因为生食你带出去外面 真的不方便 对 所以稍微用这个 这个都 因为你知道说他没有色素 没有加工等等 算是最天然的 就给他当奖励 给他吃一下好了 对 我刚才已经看到他口水滴下来了 真的吗 来我们来吃一块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 他怎么会去吃尿盆呢 尿盆那么大的一个东西 怎么会被他吃进肚子里头呢 其实我自己也有疏忽 因为他那时候刚好在掉牙 牙齿会痒 我没有准备正确的玩具给他 他就身边抓到什么东西就一样 就咬 所以其实这也是宠物主人 有的时候我们在跟狗狗互动的时候 你要特别的去观察一下 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其实缺脚了 对 有企囊 这到底是自己本身派去 还是你们家的狗狗猫猫 去咬它把它吃进肚子了 所以这种情形 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的 那也我知道说 那一次整个手术里面 把拖出来浴巾了 拖出了这个什么尿盆 那拖出来之后 当然对这个狗狗来讲 其实那个身体是不堪负荷的 对 因为那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那胃也都有受伤 连肠黏膜都已经受损 那医生就宣判他说 以后他的营养吸收会有问题 是 那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 我真的要注意一下 他到底我该给他吃什么 对 该给他吃什么 而且严重贫血 因为失血过多 因为这真的是动大刀 现在是看不出来 对 因为现在看到 哇 你看这个火力这么好 然后力气这么大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很难看 如果是曾经开过大刀的 对 那我在想过去可能你在饲养他 你跟所有的宠物主人都是一样的 我想市面上很容易买到像这样子的 这种包括像我们可能每一次 只要到宠物展 去跑一趟 你主人就可以拿到很多很多人家送给你的一些饲料 对 各种品牌 甚至各种口味 好 不只是如此 我们可能也经常可以在这个大型的一些超商啊 或者是便利商店 一样都可以买得到 随手就可以拿到的这样子的一种罐头 对 那像这样子的一些这种 我们都觉得 对啊 狗狗猫猫就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啊 有什么这个值得疑问的 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大大的改变 甚至于让他现在就吃生的肉 对 一开始我就 那时候 天天往医院跑的时候 我开始思考说我要给他吃什么 然后 其实 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我买好一点的饲料 是 我买最贵的饲料 是 可是我后来发现说 为什么那个饲料放在那一边三个月 嗯 他都